動手 那我是屬於那一種 就什麼關係 乖就好了 他不會學壞就好了 六年前 藝人羅時豐帶著小兒子上節目 期許他別學壞 結果兒子成年後 卻涉犯傷害和強鬥罪 被警方含送 甚至還被指控 盧走一名狐姓男子的女友 想不到案情翻轉 在西門町跟朋友一起逛街 他覺得我很漂亮 希望我當他的模特兒 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關係 他會罵我恐嚇我 控制我 原來A小姐根本不是被打的 胡姓男子的女友 如今出面反控對方恐嚇性侵 才會求助男友來救援 結果羅時豐小兒子也現身相挺 最後鬧進警局 這點不知道怎麼羅時豐的小兒子 有去現場 當下我是不知道 他有誰過來或是關什麼事情 他會強迫我傳些 我跟他在一起了 事發在上個月30號 台北北投區 A小姐不知道胡姓男子過去 涉嫌性侵案 發現對方圖謀不軌時 趕緊求救 這時男友和羅時豐小兒子 才會鬥場打人搶手機 事件曝光之後 羅時豐則在臉書寫下 家庭教育是社會的根本 近年給予孩子的陪伴和時間 少了許多 身為父親需要再多加油 感嘆人生好難 在上班嗎 對啊 對啊 那麼閒 可以 羅時豐近來轉戰拍片 當Youtuber 還在努力打拚事業 小兒子卻頻頻闖禍 去年三月 新北汐止區 一輛白色特斯拉 失控狀九輛機車 肇事駕駛就是羅時豐的小兒子 沒想到這回又捲入行案 讓做爸爸的他得知消息後 相當心痛 3G新聞到達成林育鈞 台北送報 好